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代解说的 星球大战陨落的武士团的第三集 这一集呢时间比较短 我们先使用这个东西 我们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前往泽佛 而我们现在前往达索米尔 我们去拿一个东西 这一集呢 这一集呢 是一集呢 在那一集呢 这一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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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像是一集呢 没有 这一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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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只能够的 他们的力量 是对抗争 的 的 这一集呢 像我以前的一集呢 在这次的战争 这一集呢 会跟一带的 一带的 清兽人 一带的信心 最后 結束後,他們幾乎被拆掉了 Dathomir是一個死的地方,我們必須要小心 你不用再說我一遍 接下來是我們的可惡的地點,拿點椅子吧 來到了達索米爾 這個地方現在過來是有點小跳技,可以打 我們過來主要的目標是拿到雙頭劍 我們現在的劍是單手的,相當於雙手劍 就是激光兩頭都會出光的那種 這個敵人不理他,上來就往右邊走 這邊會有一個一種新的敵人 像毒蜘蛛一樣的 先讓BD掃一下,我們過來對付這個毒蜘蛛 三下,死掉以後 會暴毒出來 這玩意會傷血的 然後走牆上去 上去以後有三隻毒蜘蛛 不理他們 直接上牆 上牆以後 鎖定Y鍵長愛 直接上去把它給秒掉 上牆拿東西 比較順道的東西啊 你就把它給拿掉 拿這些東西呢,大家可以看看屏幕的正上方 是有驚艷的 驚艷長一級 就會有技能點 這邊有暗夜姐妹 箱子拿掉 這種小敵人呢 打過動作遊戲的觀眾們都知道 小兵呢他不怕厲害 怕他多 多了以後 給我們的攻擊間隙就比較少 所以我們長按Y鍵 直接把他們給 一鍵一個 給他們秒掉 這樣最太平 然後在左邊 有個接近 把他打開 繼續往前走 研究森 他又要研究了 主要就是獲得一些經驗 這裡邊獲得經驗的主要方式 一是打boss 二是搜刮 對 尚以為是 尚以為是 這隻手還在這裡 這場似乎是封鎖 但… 你负责了,忍徒 你必须是一夜似,我听到你全都死了 不全 Dothamir是禁止你,离开一遍 我恐怕我不能这样做,但可能我们可以帮助我们 你看,我... 轻松,我不是你的敌人 你的行动是否 等下,我不是在这里 一对二打这两个敌人不大好打 我们先让开 Let's go 在这边坐一下 坐一下以后主要是把存档点放在这 然后 我们现在不上去 这边的弓箭手,两次反弹才能弄死 诶,你干嘛呢? 这种敌人呢 招架值也比较高 血也比较厚 这个地方我本来想锁定他的 但是他让我坐下来了 这个就属于是游戏的判定失误 理论上有人攻击我,就应该不让我坐 锁定他上去 正常情况下要把他 有两轮才能把他给打死 因为他只要伤血伤到一半 他肯定会往后一个大撤,撤走 然后我们现在上去 他这边的放得出来的剑要比帝国士兵那边的激光枪啊 哎呀,把我打没了 满射的要快 而且有一种剑,我们就没有办法防御的 我们补一下血 伤上去 OK 看上去好像可以补四次血是吧 补血补的很少很少 这边有几个敌人布的啊 像这个敌人布的啊 就是老贼那边的真传你知道吗 那中了两下,他逼一个大撤 让开 然后把他定住 时间延缓住 等一下 这边地方比较小 引下来打 下来 他出招比较快 他闪红颜色的时候是可以上去打断的 中了两下,马上大获撤 可以绕到他背后去砍他 或者要把他定住 从正面砍他,都可以 前面有个远程的 先别着急上去 那边有个小贼 有老贼的徒弟 小贼 就在这个旁边,搬滚一下 正常走过来就被他批到了 护一下 两下,送他走 OK,把箱子开一下 要反射四下 把他们给干掉 也可以硬忙着往前走 因为他们打不死我们 别跳上去 在这个墙上需要 多走一会儿 这个是没法防御的 在墙上多走一会儿 再上去 才能跳蹲上去 否则掌握不好诀窍啊 很难跳上去 OK,搞定 冲啊 已经没药了 空杀,直接干掉一个 蓄力上去 诶,没打到 左边好像有个箱子 当时好像没拿 这些地方想回来搜罐 还是可以回来的 继续往前走 从这边出去以后 就有一个捷径 打开以后 就是我们在那个 一个往下走的那个楼梯 但是我们不出去 直接到这边 触发剧情 我认识你认识了 你认识了 但是 尤其是 你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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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解释了你的生命 谁是你 你 没有人要害怕 我只是一个游戏 学习的 学习的 教育和 死的 你学习的 你学习的 我学习很多东西 但另一小子,她只是孙子 才是孙子,当战必须与这个世界 她 специال家人生基于离 什么知道这些工资? 证据超多信息 这边可能是需要双断跳 我还不知道 OK这边呢 对白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到这边强化一下光剑了 这边强化了 手柄按方向键的左是单手键 按方向键的右就是双刃键 双刃光剑 但是我个人喜欢用单刃 单刃的话攻击力相对较大一些 双刃攻击凝率高一些 这边还有一个蜘蛛 OK走了 之前打杂兵上血伤太多 从这边上面出来以后 就可以回到 我们之前坐下来的那个地方 然后就开始直接走 然后我们在这边多挡两下 挡到上面去 这边呢如果不拼命挡呢 就需要以后的双跳 但是实际上多挡一下就可以挡上来 好了我们现在要回去 回去的路要远比过来的路要流畅 舒服一些 小蜘蛛不理他 直接走 而这个星球现阶段 我们就探索到这 不知道以后这边有没有主线 反正现阶段的主线不是到这 而我们回到飞船以后 就要开始走主线任务了 我会变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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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你还好吗 我还好 但是她明确是不欢迎 她不是一样 拿到双人剑以后 把目标定完我们的主线目标 在这边 上面有个标记的 责福 现在我们的巨大军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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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幟 识病 那么大军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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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做到一切 哮允养 再确实 人生愿意,它永远会停止 那是为了我们需要的Jedi 那么我们应该来这些东西快速 时间到来,上来 看来有一个风吹在那里 这可能不是最好的时间到来 有什么奇怪的 那些风格是隐藏的我们的 Cordova提出了一件事在眼影中,我只能做一件事在中心的中心 我们必须到那里 随意 几个人不准备你,孩子 不准备你 你能说那些包子要保持自己的意义 我肯定是在控制 是在控制,只是很少拼 好的,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完結了 磁石油,寶貝 但我仍然会有很多汽車上的工程 'm gonna take me a minute to get them back up I'll search for signs of Cordova in the meantime Good I'll be in touch once I crack this Cal over here you did good work on Bogano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gather on Cordova and the Zefo the closer we'll get to stopping the Empire I've heard of ancient cultures but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m 到了泽佛以后 就要开始主线任务了 下一集 我们将直接从泽佛的 开始的地方出发 开始我们 新的故事 把技能点升一下 我们现在有三点的技能点 有两个新的招式 可以把招式升级一下 以及血量升级升一下 这个是侧移以后 可以踹一下敌人 另外一个 是可以在跑步的时候 按普通攻击键 可以这样挥一下 好了本期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集 泽佛冒险开始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